大壮生活与网络密不可分 也随着网络通信科技进步而改变形态 网络产业充满了无限可能 因此许多业者都希望能够在新时代来临时 先行卡位取得先机 并且成功抓住商机 但是如何在数位浪潮当中一军突起呢 得各评本事 极致全方位行销公司总经理李仁吉 希望透过网络科技来协助商家异化 并且整合资源 创造业者消费者双赢的局面 因此推出爱心店家折扣联盟的构想 现在大家都很流行所谓的连锁店 可是连锁店都要加盟费 那我们这些店家没有办法 所以我就花一个宏愿了 如果我有一个网络平台 可以提供给这些店家 甚至几乎不用钱的就可以 铺在上面 然后成立一个联盟 所以我的店家名称就叫做 爱心店家折扣联盟 我负责就做两件事情 一个叫曝光 我帮你曝光 一个是我帮你找一群 有意愿的客户来这边消费 我的工作就做这个 那我希望我做到有一天 走到哪里 吃到哪里 省到哪里 快乐就到哪里 为让服务更完整与增加和消费者接触的机会 发行的公益云端联名卡 卡片的正面是商家或是个人的电子名片 只要扫Q挂扣就能够进入专属的网站 而背面即可连接到爱心店家折扣联盟的系列网站 比如说天虎卡 士林卡 内虎卡 或者有些观光协会 透过协会来发展什么卡的 他们一定有他的利益 他的利益可能是透过卖卡来获利 或者透过他的平台来抽取那个所谓的系统费 或第三种是把它当成广告 店家出很多钱比如说三万块六万块不等 他把它当成一个广告 可是我以上都不是 所以我自诩我就是在做爱心 李仁吉强调 他们所做的是一页结盟 整合网络工具提供实用服务 并且发挥最大小益 尤其网络团购特别能够做爱心 那我们至于所谓的公益是什么呢 公益就是唯一我们可以主导的 就是里面的八折网络团购的部分 因为八折网络团购的部分 那个产品是我们控制得住的 我们直接找厂商 直接找从工厂上面订购上回来的东西 我们来做行销 行销之后产生的利益 我们会有里面有10%是来回馈给当工益金 我们会透过有一只手元梦协会的那一个协会 来做捐赠来做处理 那本身我也是第二届的公益协会的理事长 另外李仁吉在5TV数位基上河当中 建构了极致行销专属频道 透过平台的功能设计 实现了网络杂货店的构想 让电视不只能够看电影唱卡拉OK 还能够做生意 那群聚之后再来谈团购 所以我们背后呢 这个呢并不是看电视 看卡拉OK 看电影 最重要的 我把所有在一般电子商务 比如7-11 或者全联 或者代卖场的产品 我都把它po在上面 让他呢 来用团购的概念 然后来赚取他应该合伙的生活费 也就是说 所以要跟我合作的人 他就是无形 我把定位叫做家庭 干嘛点 网络干嘛点 李仁吉从房屋仲介转卖生前契约 曾创下年薪突破2000万的成绩 他将丰富的行销经验 运用在网络产业 当上台湾城乡发展公司总经理 曾协助全国7835个村里移化 建构了网站 并且组成网络商城行销相利 更在民国97年创立极致 逐步落实三网合一 李仁吉说 虽然会遇到质疑的声浪 但是他强调 创业家没有悲观的权利 将带着信心勇往直前实现梦想 Nonews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